欢迎走进旅游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青年服装设计师王静雯 欢迎你 谢谢 王静雯是2019年的时候 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大王 但其实你2018年才刚刚从Parsons本科毕业 那我会觉得你毕业第二年就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所以这个创业的计划应该是很早就有的 对吧 对的 其实就也是作为一个在纽约正好是经历了 看到一些我们亚洲文化的一些增长 亚洲文化在被整个大众媒体在接受 就包括其实我是13年来到了纽约 当时想要找一家中餐店来吃饭 或者说我们想找一家奶茶店 可能整个曼哈顿就只有那么一两家的选择 到17年18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这五年内能见到的发展就很大 川菜馆我们其实每一条街上都会有奶茶店 是每三家都会 每三条街可能你们都会撞到一家两家 是从食物的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亚裔文化在被接受的这个范围程度在增高 那同时也是因为我个人的成长经历 我是从15岁搬来的美国 当时在加州 对 当时是从加州念完技术高中 然后决定来纽约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差不多是有一半的时间 是在国内成长 然后另外在偏青春期的这段时间 是在美国成长的 所以也是对两边的文化都有一个接触 都有一个了解 那同时又因为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大家在穿着在衣服上都会更想要体现自己的风格 体现自己的独特点 那当时作为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就会想要买 我想要买一些 代表我自己的整个成长经历 包括我个人的这些喜好 那我想要去找一些中西结合的服装 在整个大学的阶段 在我自己给自己的styling 在培养的这个期间 就发现这一部分的东西很少 这一部分我们能接触到我们能认识到的品牌很少 大家也对这一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度 去培养这么一个品牌 这也是当时我想要做大王的一个初衷 包括我们在整个Parsons上学期间 我上了几节课是专门研究学习 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服装历史 那通过整个服装历史 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当时也没有完全的了解到 其实旗袍已经是我们的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产物了 从咱十九世纪初 我们是如何开始接受一些西方文化 我们的旗袍是怎么从长山一步一步慢慢的变短 慢慢的让女性能更加舒服的露出部分 我们的这些皮肤露出 这些都是与当时的传统理念所相悲 就是我们已经是在创新了 只是说从十九世纪到现在 我们再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创新 我们对中西结合的体验可能的理解 可能也就停留在了旗袍这一件产物上 那作为新一代的消费者 那我会希望说我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装饰元素 应用到我们日常穿着中 应用到让大家都会觉得很舒适 可以每天穿着 而不会是想说哦 旗袍 我好像需要找一个场合 我需要有一个特别萌重 我会需要特别舒服 特别硬紧的时间才可以去穿 我们是希望能打破这一点 让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不管你是什么福建什么人种 都可以在你欣赏 在你喜欢的文化的前提下 你都是可以把这些元素带出门 而不是说把整个的这么一套 硬紧的一整套服装 带出门的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看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 我会觉得其实你蛮有这种 就是中西结合这种文化的特质 首先从你自己的求学经历 就是就像你说的 你有一半的时间成长在中国 然后一半的时间成长在美国 在美国的经历呢 又让你觉得可能在表达 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的过程当中 你找不到更多的 或者说我们说一个个人符号 或者标识 因为其实女孩子很多时候 都是用衣着或者是用发型 来宣示一种 就是自己的一种 宣扬自己的一种个性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也好 所以可能你在美国的这段时间 你非常喜欢 希望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通过服装来展现你的文化背景 包括你的身份认同 但在那个时候呢 你觉得好像 我觉得是有的 但只不过针对年轻人的 比较少 你比如说你曾经实习过的 这个Vivian Tam 谈业欲的工作室 其实他就是走中国风 但他可能就不太适合 十几岁二十岁的女孩子 是 所以这也是因为 也是同意 我想要去给Vivian Tam实习 也是因为特别喜欢他的品牌 我喜欢他所代表 他所宣扬的这些 帮我们中国文化来 向全世界来展示 跟当时也是正好是 我们帮他做 我是正好是帮他做的是 Fashion Week的整个的一个 一个实习的这么一套流程 所以参与到 从他们设计方面 到整个为时装周来做准备 也是有跟 Aaron Tam 这人真的是很好 他也是鼓励激励了我们很多 但确实就是我们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是想要代表 新一代年轻一代的一个审美 的一个观念 就中西结合会有很多种 不同的方式 只是说 从大王的角度来说 也是个人作为一个消费者 那我希望能代表 我希望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设计 是更能代表 新一代的一个 一个对中西文化的 这么一个理解 对 因为我看你的设计 有很多这个比较 街头的 比较运动的 比较时尚的 包括露肚脐的 就是怎么说呢 但是其实它的 本身的这个元素 从面料来 面料来说 图案上来说 还有它整体的风格来说 你还是能够看到这个 中国传统的元素在里面 那会觉得 如果我年轻 20岁的话 我可能也会穿 对 对 因为 其实就是说 这个什么年龄的人 选择什么样的服装 这个是 我觉得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可能你用族裔背景 来划分的话 不如用年龄来划分 但是确实 针对年轻人的 这种中西结合的 服装品牌 我脑子里还真的 没有印象 但是看到你的设计之后 我会觉得 其实对于这种 华裔二代 或者是亚裔二代来说 他们可能在今后的 这个服饰选择上 日常穿着上 多了一个 我们说 多了一个 表达自己身份 认同的这么一个选择 对 对的 这也是 其实我们现在 主要的消费 我们的受责群 就是 华裔 华裔一代 华裔二代 对 因为 第一是我们 作为设计师 我跟他们的年龄相仿 我比较能理解 他们想要 日常能代表表达的 因为我们就是 真心能温某这两代 然后第二也是 虽然现在在国内 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 宣扬国潮的品牌 宣扬中国 各个品牌 但我觉得我们的不同点 就是因为 作为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 我更能理解 华裔二代在美国 其实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从小生在美国 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我们没有 其实真的经历过 很多受歧视 小时候在学校里面 我带 我带我们亚洲的饭菜 或者我穿了一件 不同的衣服 我们在 我们的成长背景下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我跟 这边的华裔 很多华裔二代 包括顾客来 博通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小的时候 我们是 并不想承认 自己是华人的 我会直接告诉大家 我是美国人 除非你来问我 我的根在哪里 不然我并不想要 来宣扬 来表达 我是华人 为什么 就是因为小时候 受到的歧视 小时候 他们穿一件旗袍 去学校 可能会 人家会说 你为什么会穿 这种衣服 你为什么不能 跟大家一样 反而这个带领了 这一代的反叛星鸣 那他们现在长大了 随着我们的亚裔文化 随着中国 大家的发展越来越好 现在大家会说 哦 我很骄傲地告诉你 我是华裔美国人 我代表了我的文化 我想要宣扬 我想要让你知道 我们所代表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 跟着国家的发展 跟着我们的文化背景的进展 也是越来越多的人 会想要去宣扬 一些他们的曾经 而且也是随着这个 亚裔族群 整个在美国的决策 对的 因为最早我们说 在很早第一代移民 比如说五六十年代 来到美国 七八十年代 来到美国的时候 大部分的移民 其实他们从事的 都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工作 是 他们只是为了谋生 来到这里 那更早的移民 就不用说了 比如说这个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住 那 但是后来呢 随着就是 二代移民也好 或者是说 一些通过学业 通过当时 就是我们说是 叫什么 很多都是国家公派吧 当时也出来了一大批 就是刚刚开放的时候 那随着这一波人 在美国留下来 那我们族裔 整个他的社会地位 其实在发生改变 有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到专业领域 而且在专业领域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其实等到 我们来 来到美国的时候 大环境已经在发生改变 那你刚刚说到 这个在学校穿旗袍 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 刚刚过去的春节 因为我是两个孩子 都是就是在上学年龄了 那学校呢 就会办这个 庆祝春节的活动 对对对 你就会发现 老师会 就是他给家长写信 会说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传统的中式服装 请穿中式服装 如果你没有 请穿红色的衣服 然后我去学校 参加这个学校 青春信典的时候 外族裔的小孩 他们都是穿的红色 他们没有中式服装 但是我就会觉得 其实这种文化 都是在它很小 幼儿园阶段 它就已经在 这个 怎么说 在孩子心中 拨下了种子 而且今年 加州和纽约都已经立法 把中国的传统新年 定为法定假日 那我觉得像以后这种中式服装也好 或者说是中餐 旗袍 这种 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这种元素 进入学校 以后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那我觉得像我的下一代 他们可能会更想要穿这种 中西结合的服装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不存在歧视的问题 对的对的 所以就像您说的 其实我对中西结合的这个概念 是一直都很喜欢 就包括从我高中到大学 我个人的穿衣风格也一直都是偏 就是比较街头 但我会带一些 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但是 其实创业的这个点是 我在两年内 可能就 生成以后 我觉得说必须要 我是想要立刻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像您说的 我们在看到整个的亚裔文化在崛起 其实也是跟 就像我很感恩 我在Parsons 这五年 就其实我最后上了五年 因为我最后多学了一年的minor 就是专门去研究旗袍历史 研究就是中国的这个服装历史 有两门课 其实对我的启发很大 一门就是 就是讲亚文化 亚文化跟服装的这么一个 成长的过程 就他们是怎么相辅相成的 另外一个就是呢 就回到了我们的旗袍 是怎样的一个中西结合 也是一个 在美国这边其实也算 我们也算是亚文化 我们并不是一个主流文化 所以这且是当时激发的一个点 就是看到 像我们看到这些新兴向荣 越来越好的 很多这些亚裔文化 我们的这些代表的方面 当时就觉得说 现在是一个完美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服装 把我们的一些 艺术上的东西 跟着咱们的亚裔文化 重新来做一次成长 重新来做一次调整 跟着大家的审美 我们再来研究 到底中西结合的这个中间点 哪里是让大家最舒服 是让非亚裔和亚裔 都可以接受的 其实这才是我们 可能最想要宣扬的一部分 但是这样的品牌定位 会不会让你有时候 也会觉得 就受众比较小 因为毕竟它的需求小 会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非常密集的 这个一个品牌需求 你如果不是热爱亚裔文化 或者说非亚裔 可能有时候他还会觉得 这件事情 这件衣服我可不可以穿 我穿了会不会有不好的反响 会不会有不好的反应 或者我们都会有一些 美极华二代的客户 他买了衣服以后 会觉得说 连我穿我都会怕 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穿的是costume instead of a dress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从创业开始 就已经在经历了 但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客户 想要去 去突破的一个点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中间点到底在哪里 告诉大家说 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从上一季开始的设计 我们就会慢慢开始转型 有一些 非常非常传统的东西 我们怎么去给它做一个 更modernized的一个变动 怎么让它 更 也不 更 适用于日常创作 嗯 然后从这个点来 来让大家知道说 哎我们有很多东西 其实 包括我们开始出卫衣 有一些卫衣的一些 detail 这些都是东西 就是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嗯 好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当然还会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难处 尤其是还碰到了新冠疫情 是 那我们把这个话题 留到下半段再说 还因为时间的关系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敬文哈 其实在19年 你品牌刚刚成立 不到一年之后 新闻疫情就爆发了 对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服装品牌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那一年呢 很多新闻 说因为大家不出门了嘛 对 全世界都停止了 对 所以也没有需求了 消费都在下降 女生的口红 这就不用说了 没人买了 包括很多服饰 甚至还有这个新闻报道说 这个下装卖的比上装还要差 因为有人要线上这个视频嘛 所以可能上装还说 我会买几件衣服来换一下 但是下装的话 就完全不需要穿着睡裤什么的 那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你们到底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这肯定是疫情这一年 大家所有人各行各业 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 对我们来说 两点肯定一个是线下 我们没有办法 给我们的顾客有一个体验 你没有办法试到衣服 这件事情肯定是会降低 大家会想要购买的这个欲望 对包括您说到了 也没有场合来给大家穿了 大家每天都是 我也每天都穿的是睡裤睡衣 没有需要出门的这么一个机会 第二就是我们的整个 产production的整个生产链 因为疫情确实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第一年对我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production都是在国内做的 而国内经过了前三个月 其实国内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第一年是没有经历 但其实是最近的这一年半 就是在开放之前 因为国内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这种防疫防控措施 这是对我们其实打击比较大 因为美国就是国外这边 大家都已经觉得一切恢复正常了 所以就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给顾客解释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们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很多 本来是线下要立刻发售的东西 都要转成preorder 都要转成预定预售模式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特别有 我记得有一季是 我们正好是在做去年的过年联名款 因为也是跟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纹身 加上插画设计师 所以我们做了一套就是联系武松打虎的 这么一整个故事 包括这么一整个系列 但就是在要马上要出生产的时候 突然因为疫情所有东西全部停止了 我们本来应该是跟着过年一起发售的款式 最后是拖到了四月份 才收到货 才开始预售 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当时的销售 是会有一部分的打击的 但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品牌 所以做调整 做一些变动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更应激的 我们可以随时做调整 不会有很多后续的这些成果和负担 所以我们当时那一季 下一季做的第一个调整 就是转loungewear 我们加入了更多居家的款式 让大家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我在家也可以穿 第二就是也像您之前提到的 因为我们很小众 我们是一个非常逆时的东西 所以就算 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属于日常需求 需要买的服装的那一部分 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特别 我没见过 我想要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我们预售 晚发的那一季以外 剩下的销售对我们来说 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 包括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D2C的品牌 我们是几乎是全部网上直接发售给顾客 所以也没有实体店铺 所以疫情也没有副类 换种角度来说 对的对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一步一步的 以快闪店的这么一个模式来测试 实体店 而不是说一步到位 感觉大家也都会被疫情 稍微还是有一点恐慌心里在 觉得说要慢慢的 我们再一步一步走下去看 对 其实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 对消费观念 包括是这种消费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疫情是疫情期间 很多大的这个商场或者是这个品牌店 他们全把主力放在线上 对 然后确实呢 线上说实话可能也更便于大家去购物 你像我现在我真的很少 尤其有孩子有工作 所以我很少有机会 就是能够拿出一天去逛街 对的 那我基本上呢 就是自己盯着的几个品牌 然后有空的时候刷刷网站 是 看到了就买回来 因为现在都是就是免费退货嘛 对的 所以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对我还不用出门 还省这个时间 省这个油钱 直接送货到家 对的 所以疫情也确实是改变了 我觉得对整个的线上消费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疫情之前 在美国和在国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国内我会淘宝上买所有东西 但是在美国其实疫情之前 我们还是会想要 对的会想要去线下购物 会想要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 因为这边确实大家也会更注重说 我会给想给你大家一个宇宙不同的 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在每一家店内 疫情的这两年确实是改变了 像您说的个人的消费观念会在改变 觉得很多东西确实也是被逼到 他们做到了跟中国一样的同步 我们的delivery time 我们的配送时间可以到达一到两天内送到 我们的所有线上的 他们线上的所有的payout checkout的这些东西都更加的完善了 对对对 这也是这两年有体会到的一个不同 就确实是科技有感觉到 特别是美国这边的线上的 整个的这一个服务方面 都是有在进步 那刚刚听完你的这个介绍 我感觉就是疫情最初期呢 可能是这个买的 就是购物方有点问题 因为大家不用出门 需求方有问题 但是到了疫情后半段呢 你有可能是供货方有问题 所以怎么说 我觉得对于这个华裔创业者来说 也是特别不容易 就是他们说叫什么 就是两边的你都占了 对对对两边的我们正好都体会 体会到了这一次疫情 那在在这个就在这个难关下来之后 你自己总结的这个经验 或者说你自己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你有什么东西是让你在这个特别艰苦的环境当中 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变得得心应手的 其实就是我也是很感恩这三年给我们的很多挑战 和给我们的上很多课 因为我是Parsons服装设计毕业的嘛 其实我对经商啊 包括management这一块其实都是自学的 都是通过这四年的一些经验来自学的 我们很对我来说这四年最最最最最 special 的一点 可能就是学到这些课让我们让我学会了一个非常就是及时 及时选及时调整的这么一个思路 就像刚刚跟您说到最后我们其实供应链的这个问题是出在了这这一年半 那也是我们从去年春夏开始就把我们的每季发售改为了每两周发售 当时其实真的是因为供应链跟不上了 我们本来一季该全部出完的货当时只能比如说你出到两三款给我 那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我的一个即时思维就是OK 那我们有多少卖多少卖有多少 但对我们来说唯一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顾客 我们有自己的粉丝群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大王作为一个信中式的服装 我们其实在纽约这四年收到了很多整个这个亚裔社区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大家一看到 你今天穿的也是自己的品牌 是的 是的 我们新一季对我们大王正好加上了拼音的 今年这一季的logo是刚刚update上的拼音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 中国元素 对中国元素 然后也是教你们怎么正规的读我们的大王 而不是这边人会觉得读Wang 我们说不这是大王 就教给你整个的中文的这两个字我们慢慢慢慢交起嘛 那你认识多一个字也是也是多也是多也是多学了一点中国的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元素 对但确实是从整个社区受到了这些帮助 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定期发售做到了一定的帮助 就大家会想要知道你又出什么新东西了 又有什么新的不同的中国元素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来了解 我们可以来穿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有固定的这个粉丝群才可以让我们说 OK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很舒服的我们转两周发售 我们也确定我们不需要服装周 不需要这些每一季一个亮点来支撑我们的整个整个发售群 而我们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大家都欣赏亚裔文化背景的这么一群人 他们他们会想要了解会想要得到更多这些元素方面的一些inspiration也好 或者是daily styling elements也好 所以这些是我们可能这四年来得到的一些经验 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得到很多的认可和喜爱 因为Parsons呢他是算是全美顶尖的这个设计学员 而且他的这个服装设计学员呢又是尤其有名 他也培养了很多我们说在时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包括这个华裔设计师Anne Sui还有这个Jason Wu 那作为你来说作为他们的晚辈 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这个长期或者说是短期的目标 对啊我其实我作为设计师来说 也是因为就像您说的 我们之所以想要做心中事也是同一个方面 就是在学了很多设计师的历史以后 你就会发现个人设计师其实想要立足 或者说想要留长长远下去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个人就代表了我一个人的风格 或者我一个人的一些理念 那我我作为设计师 其实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大家一想到大王 你就会联想到心中事 我们不需要特定固定在一个风格 我们不需要固定在极简 或者是非常女性化 或者说非常中事非常街头 而是你一想到在海外代表中西结合 代表这么一个中间点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大王 这是我觉得能代表我们最accomplishment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你对于服装的热情 也和在美国的经历有关 在中国之前你可能都没有想过 自己会从事服装行业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其实是当外交官 真的啊 因为小时候妈妈就一直 就是我英语是从小比较好的一门 所以妈妈妈会一直想把我往那个同声传语 这方面培养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文化外交啊 对对对 所以就还还蛮有意思 因为我爸妈其实现在在西班牙 然后我爸是在西班牙做大太极拳 就是教一些海外 也是在推广中国文化 也是在推广 然后妈妈是他们参加了一个 就是那边专门有一个华人组织 是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 给当地的local 就是当地的西班牙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家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都在做很相似的事情 对 所以